黄金四百两 你一年奉路才几个钱 随便找一下吧 都是你三十年奉路 让我活 这些都是你的 你知道明朝大太监魏忠贤 究竟有多有钱吗 居然花四百两黄金买一条命 所谓资深锦衣卫 被政府司总级大人审恋的年薪 只有二十两白银 在明朝 一两黄金等于十两白银 四百两黄金 相当于审恋不吃不喝二百年的工资 面对满满一桌的黄金 审恋心动了 估计跟他一起来的两个兄弟也会心动 审恋的结拜大哥卢建兴 紫诚副业进了锦衣卫 希望能升到百户之职 可惜工资太少 光是打点上司人家都嫌少 就这样一年拖一年 三弟静衣川的情况更糟糕 本身就生患费病 还有一个经常勒索他钱财的师兄丁修 静衣川不服相反抗 可交起手来却又不是师兄的对手 只能乖乖上贡 至于审恋本人 总是去教访司机院 审恋和其他人不一样 只出钱甘做 对这个名叫周妙彤的女子 轻有独钟 周妙彤早现也是官换家的女儿 只因父亲涉案 下狱而死 沦落至此 审恋向周妙彤承诺 等我攒足了银子 说你说去 我的总级大人 你那点俸禄 是我 然而审恋一年的俸禄 也没几个钱 天价的赎身费 又从何而来呢 总之 三个人五亿岁高强 却个个都在为钱发愁 如今机会来了 大太监魏忠贤 摆了满满一桌子的黄金 只希望饶他不死 三人是否会屈服呢 故事发生在明朝年间 宦官魏忠贤 深得明西宗宠爱 只手遮天 疯狂敛财 整整八年 崇祯帝上位后 魏忠贤的疯狂 也就到头了 崇祯帝处处针对 魏忠贤 以及其手下阉党 收买了魏忠贤的义子赵公公 让他顶替魏忠贤的位置 为自己办事 这天 东厂提督赵公公 来到镇府四衙门 点名找卢建兴 审恋 以及静一川三兄弟 让他们去办一件案子 追杀燕党魏忠贤 被顶头上司传唤 三兄弟本该高兴 不料赵公公却说 尽管理由很可笑 可三兄弟还是冒雨追击 很快便打探到了魏忠贤的藏身之处 在院外时 神力打算发射信号箭 通知赵公公 却被大哥卢建兴拦住 就这样 三兄弟一合计 没有任何外援 爬上了墙 决定独自杀进去 可他们终究还是太天真了 受死的骆驼逼马大 此时的魏忠贤虽落魄 可手下高手如云 三兄弟为了立功 闯入龙潭虎穴 想要击杀魏忠贤 魏忠贤的一女魏婷 胆大包天 居然连锦一卫也敢杀 还放话给手下 杀一个赏黄金十粮 双方基站在一起 刀光剑影之中 三兄弟也并没有慌 身经百战的他们 深知目标是屋内的魏忠贤 在大哥卢建兴和三弟 静一川的掩护下 老二神恋成功摸紧了屋 不料魏忠贤却不慌不忙的 还把玩着一颗 纯精打造的骰子 当神恋将刀 架在他脖子上时 魏忠贤却笑了 他告诉神恋 若是杀了自己 他们三兄弟都得死 如今西北匪患 流动皇太及虎视眈眈 皇上最需要的是君饷 君饷需要钱来买 若是杀了他魏忠贤 没有找到钱 皇上肯定不会放过 他们三兄弟 再者魏忠贤的手下 也不会善罢甘休 说罢魏忠贤便掀开桌布 露出满满一桌子的黄金 魏忠贤让沈恋随便抓一把 就是他三十年的俸禄 只要放他一条深路即可 神恋心动了 他确实是需要钱 不过却不敢拿 因为他知道 此事一旦被查出来 必死无疑 一旁的书筒突然抱起 用藏在袖子里的利刃 刺向魏忠贤 沈恋下意识地阻拦 一招便将对方制服 还问他是受谁指使 魏忠贤嘲笑道 他跟你一样 只不过是颗棋子 话音刚落 楼上传来惨叫声 此刻楼下的众人 还在浴血奋战 沈恋手持腰牌 大喊 魏忠贤已死 还不投降 就这样 沈恋平息了这场对决 隔天 三人带着魏忠贤的尸体 回镇府寺衙门交差 打开棺材 里面装的却是一具骄尸 烧成这样 如何分辨是不是魏忠贤本人 即便是有魏忠贤的腰牌为证 新来的首府大人 也表示不相信 声称 皇上要看的是魏忠贤本人 你却送来一句交叹 那日魏忠贤引火自焚 为何不阻止 三兄弟不知如何回答 这时赵公公却主动替两人说话 伸手去拿腰牌 还顺便按了按 骄尸的侯杰 魏忠贤很小就进攻 自然是没有侯杰 很明显这不是他 可赵公公却没有反驳 还一个劲的为三兄弟开拓 这就是魏忠贤 好几十个警衣卫都看到了 谁敢耍花样 然而临走前 赵公公交代卢建兴 以后少自作聪明 卢建兴听得莫名其妙 心惊胆跳 因为赵公公并非善类 他曾是魏忠贤的义子 靠出卖魏忠贤投靠皇上 才坐上了东厂提督的位置 离开镇府寺衙门后 赵公公七拐八弯 到了一处林间小屋 四周布满了弓箭手 赵公公拿出魏忠贤的腰牌 弓箭手便让道 魏忠贤的义女魏婷 再次等他 赵公公质问他 皇上查得紧 为何还不走 这时里屋走出来一人 正是魏忠贤 原来他并没有死 那日沈莲收了钱 烧了书童的尸体 带回去交差 谎称他就是魏忠贤 刚才在府寺衙门 赵公公通过查看尸体 就知道魏忠贤没有死 只是没料到 他会在这个节骨眼上 约见自己 原来就连赵公公 也是魏忠贤 安插在皇上身边的卧敌 这时赵公公立上通关文书 他让魏忠贤赶紧离开 远走关外 可魏忠贤却说不忙 紧接着提起书童的身份 赵公公安插的棋子 这笔账要怎么算呢 赵公公也不怕 声称若是真动起手来 两败俱伤 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魏忠贤同意离开大明 不过有个条件 就是杀了锦衣卫省炼 因为只有他知道 自己还活着 一旦说漏嘴 他们都不好过 皇上会继续追杀魏忠贤 而赵公公的位置 也将保不住 虽为东场提督 可如今的府寺衙门 并不是赵公公一个人说了算 还有位首府大人 另一边 下班后的沈恋 拿着银票直奔教访司 想要见他 心心恋恋的妙童姑娘 可结果 却令他大失所望 隔着窗户 沈恋听到妙童和闫公子的对话 原来妙童的义中人 是闫公子 两人才是一对 至于他沈恋 只是自作多情罢了 此刻 沈恋终于明白真相 为了避免尴尬 静悄悄的离开了 深受打击的他 叫上兄弟 想要以罪方休 不料刚满上 屋顶便传来动静 三兄弟急忙起身追击 刺客身穿夜行衣 身手敏捷 见行踪败露 便翻墙想要逃 沈恋射出一只剑 刺中了其中一名刺客的手 但还是被对方给逃 沈恋怀疑 是因为放过魏忠贤 惹出来的祸 于是向大哥卢建兴谎称 肯定是燕党来复仇了 不如一起申请 调到南京 可大哥卢建兴 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他们三兄弟 做了十多年的锦衣卫 从没有认过怂 这让卢建兴不得不怀疑 那晚审恋 是否杀了魏忠贤 另一病刺客正在包扎伤口 原来刺客是赵公公和魏婷 受伤的便是赵公公 见行刺不成 赵公公想出一计 借刀杀人 隔天赵公公派锦衣卫 去捉拿燕党 惊刀门掌门 严配为 明明是集体行动 可到了严府门口 上司却阴阳怪气地问 谁愿意进去拿人 沈恋意识到不对劲 急忙提醒兄弟 千万别出头 小心有诈 上司扬言 随之三兄弟 还是没有吱声 不料 上司竟然点名道姓 让卢建兴去 沈恋还想阻拦 可大哥卢建兴已经领命 既然如此 沈恋和三弟静一川 只得主动报名 三人敲开了严府的大门 巧合的是 开门的是严公子 荆刀门掌门之子 同时也是周淼彤的义中人 让我进 敲过后面那位百户大人杀几 三兄弟代表锦衣卫进了严府 荆刀门严府果真如传闻 高手如云 他们各个凶神恶煞 当三兄弟走到院子中间时 严公子一声令下 众人拔刀向下 将三人包围 不料严佩伟本人却出面阻拦 严公子告诉老爸 自己看过假帖 他们说您是燕党 严佩伟解释 轻者自轻 就算是三法司会神 自己也不怕 说完就要跟三人走 不料一只利剑 从空中来袭 郑重严佩伟心窝 让其命丧当场 严公子报仇心切 命手下将三人千刀万剐 心知不妙的审恋 急忙发射号箭 向院外的人马求救 上司受到赵公公之命 借刀杀人 自然是不会进去支援 还没人将严府的门封住 每期明曰 不放过任何一个阉挡 面对围攻 三兄弟一边抵挡 一边解释 可对方正在气头上 哪里听得进去 打斗之中 外面的上司一声令下 一阵剑鱼飞向院中 这时三兄弟才明白 抓人是假 杀他们才是真 可此时的他们只能浴血奋战 才能获得一显生机 殊不知 赵公公正坐在一旁的轿子里 望着这里发生的一切 一个时辰后 严府没有了动静 外面的上司 这才命人打开了大门 不料看到的却是 私里逃生的三兄弟 以及被生情的严公子 没想到三兄弟 居然在敌众我寡的行事下 硬生生的杀出一条血路 其他人被这一幕给震撼到 就连躲在暗处的赵公公 也觉得不可思议 担心轨迹暴露 急忙开溜 沈恋终于明白了三人的处境 为了能溜之大吉 沈恋将刀架在上司的脖子上 让他安排三人去南京 还给了他三百两银票 让他生大哥卢健兴为百户 上司自知理亏 本就担心沈恋会报仇 这样解决再好不过了 随后沈恋又帮三弟静一川买单 打发走前来勒索他的师兄丁修 这是关于调动的好消息传来 晚上首府大人亲自设宴 为三兄弟践行 还当众宣布 升卢健兴为百户 幸福来得太突然 卢健兴还没来得及高兴 赵公公却出言挑拨 拿拿三百两银子说是 还不同意三人调离南京 卢健兴这才明白 十有八九是沈恋在背后操作 这时首府大人也提出疑问 说他们仅依未一年的俸禄 也才区区二十两 如何来得三百两 卢健兴不知如何回应 随后首府大人又当场宣布 三天后开棺掩尸 他想知道那具尸体 究竟是不是魏忠贤 大哥卢健兴又气又怒 对着老二审恋就是一阵狂奏 三弟静一川来劝 却着了武伤 卢健兴一拳拳的打在审恋身上 审恋好心办了坏事 也不躲避 不料一旁的静一川 却因费命发作 口吐鲜血 卢健兴这才停手 事到如今 神恋后悔不已 终于向两人坦白了真相 那具娇尸 是魏忠贤的书童 那晚从他那里拿来的黄金 自己分了三份 大哥的三弟的 一中人妙童的 不过他却没有给自己留 本想让大哥如愿以偿 没想却害了他 随后又提到了 刺杀他们的黑衣人 神恋可以确定那是赵公公 因为一川发现赵公公手上 有一道一模一样的伤痕 这样说来 赵公公与魏忠贤是一伙的 他们想要杀人灭口 如今唯有在开关咽尸前 远走高飞 果真如神恋猜想 赵公公和魏忠贤是一伙的 赵公公想要尽快 处取三兄弟 可魏忠贤却喊他 和自己一起离开大明 若是事情败露 再想走就没机会了 可赵公公偏偏不信邪 找到了武艺高强的丁修 也就是静一川的师兄 花二百两 让他去刺杀静一川 公公不知道 他是我师弟吗 你这样的人 还在不这些 这个人可是我的 至爱亲朋 手足兄弟 得加钱 此刻 三兄弟相约一起离开 临走前 静一川去医馆 跟自己的义中人 张姑娘道别 对方想知道原因 追出去 想问个明白 不料被丁修堵住 而沈恋这边 带着赎金 去找妙童姑娘 可对方却一点也不开心 还祈求沈恋 帮他救出 被困赵玉的严公子 事成之后 自己愿意随他远走高飞 沈恋虽不愿意 但经不起家人的苦苦哀求 还是答应了 紧接着来到赵玉 买通欲足 不料被折磨得 奄奄一息的严公子 却告诉他 自己的双眼 已经看不到了 浑身是伤 没有救了 就算是出去 也不能带给妙童幸福 让他忘了自己 沈恋将这一切 转达给妙童 不料妙童得知严公子一死 心灰意冷的他 说出一段往事 原来当年 就是以沈恋为首的锦衣卫 抄了他的家 让他沦落至此 这些年来 无论沈恋对他多好 他始终都冷冰冰的 因为他心中害怕 言下之意 是拒绝了沈恋 沈恋不知如何回答 就在这时 赵公公派来的刺客杀来 沈恋立马推倒妙童躲避 无论刺客如何凶悍 他都要保护妙童的安危 两人一言不合较量了起来 赵公公担心 沈恋泄露了自己的秘密 露出真面目 想要除掉沈恋 可他忽略了沈恋的实力 两人大战了数十个来回 平分秋色 各有负伤 英雄难过美人观 很快赵公公就看出沈恋的弱点 将长枪刺向手无寸铁的妙童 不料 沈恋却用身体挡住了赵公公的枪 这一幕融化了妙童的心 而沈恋也顺势将赵公公 从楼梯上踢了下去 紧接着抱得美人归 妙童没有拒绝 看到两人轻轻握握 三弟静一川也改变了想法 赶回医馆去接张姑娘 刚到门口 便发现了张姑娘父亲的尸体 这时 师兄丁修抱着迷晕的张姑娘 走了出来 还扬言 有人花钱要取她性命 静一川又气又怒 当即杀了过来 丁修不甘失落 立马还击 之前两人就多次交过手 丁修本就占上风 而静一川身患肺病 这次的结果依然如此 静一川败了 不过丁修却不打算杀她 还扬言 自己是师兄 怎会对她下手 至于张姑娘 其实自己并没有碰她 就在这时 两个黑衣人出现 用火枪打向两人 关键时刻 静一川为师兄挡子弹 另一边的大哥卢建兴 与两人不同 他穿上了百户的官服 决定去衙闷自首 不料半路上 却遇到了前来刺杀她的魏婷 两人一言不合较量了起来 而首府大人这便提前掩施 已得知交尸并非魏忠贤 当即带人去找卢建兴 顺便解决了与之纠缠的魏婷 将卢建兴缉拿归案 在皇上面前 卢建兴独自扛下了所有的罪行 放走魏忠贤的是他一人所为 他只希望两个兄弟能活着 不久 沈灵和妙童找到医馆 三弟静一川 已倒在雪中 再也无法回应 而大哥卢建兴也即将被斩首 回想起那天的决定 沈恋十分后悔 可又无能为力 而赵公公这边见事情败露 杀了魏忠贤准备跑路 不料两个月后 行至关外时 却被沈恋和师兄丁修拦下 这时 赵公公透露出一个秘密 原来当初皇上只是下令 带回魏忠贤 要魏忠贤死的 其实是他赵公公 眼看双方就要拔刀向对 这时不远处传来一阵马蹄声 竟是精兵 他们是来接应赵公公的 原来赵公公是精兵的奸细 丁修一言不发地冲过去迎战 沈恋则留在原地对付赵公公 原本两人实力相当 沈恋因没有称手的兵器落了下风 被逼退时 却意外摸到了自己的绣春刀 刺向赵公公 让其命丧皇权 至于丁修 才是本片中最强高手 居然以一己之力团灭了一对精兵 这部绣春刀 不同于传统的武侠片 没有侠骨豪情 却让人眼前一亮 电影中没有绝对的恶 绝对的善 也或许是立场不同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追方 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哦 下期不见不散